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Peter 王子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关于我们公司做跨境链商以来的一些经验 我们走过的一些路径 跟大家出来做一个分享 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叫深圳市信城展业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公司是成立于2010年 之前三年一直在做外贸的B2B方面的生意 从2014年开始它是全面的转型 是做跨境链商 2015年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 就是我们在eBay上面 第一年就作为了eBay的卓越卖家 然后目前在数卖通上面 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平台比较推崇的卖家去出现 然后2015年整个我们公司的销售额 是有突破一个亿人民币这个样子 就是一起创办的就是现在这家公司 我们从2012年开始 开始去组建团队 当时有组建了B2B的销售团队 同时因为当时阿里巴巴的书卖通 刚刚起步 我们也有一两个人在做阿里巴巴的书卖通 从2014年开始 2014年开始我们慢慢的就取消了B2B这个部门 开始全面的转型去做跨境链商 2015年在销售额方面取得了一个不小的突破 这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呢我说一下就是我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跨境链商这个行业 原因呢主要有有以下提供 就是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B2B和B2C 这么两块业务 那其实B2B在我心里边一直都是觉得就是B2B才是真正的就是说做生意的 因为订单金额比较大 然后呢因为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做外贸 那就觉得那B2C呢毕竟相当于是零售 其实一开始都觉得零售吧 这个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卖这个速度太慢了 不像是做生意 所以一开始我们一直是以这个B2B为中心的 但是呢在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B2B这块的业务呢虽然说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当然也获得了一些增长 但是它增长的速度呢就很慢 那反而是B2C这边呢就有点这种叫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 就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去 就一开始的前两年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去做这个B2C 但是呢它每年的增长都非常都非常好 基本上每年的增长都超过了100 那所以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确实要考虑重视一下这个B2C这个部门 那另外2014年可能很多人也还有印象 其实2014年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跨地链商 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板块 大家就是包括深圳这边也好 包括这个全国这边也好 都开始都开始去比较重视这个事情 那我身边呢就是在14年的时候 也有几个这个朋友 在做这个跨地链商生意 做的也是风风风 其实这个呢对我个人也产生了不小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考虑 那我们可能确实要开始考虑去去转型做跨地链商了 那这里呢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在转型做跨地链商以来 就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那2014年的时候呢 我们跟跟数卖通一起就是联合在做一个 就是当时我们还在做这个平板电脑 那我们联合在做这个平板电脑的一个活动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算是数卖通从开始 就是有这种专业的这个运营人员介入以来 就是在我们卖平板那一次活动 应该算是整个数卖通销售额历史最高的一次 历史最高的一次 就是当天销售额就是24个小时的这个销售额 我们是有突破了40万美金 40万美金的这样一个成绩 然后呢 那2015年的就是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平衡车这个这个产品 那2015年我们在在Ebay上面的这个这个平衡车 我记得有跟Ebay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市场部 还有一倍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部 有一起做过几次这个活动 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开始做平衡车的时候 这个平衡车这个产品呢 还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产品 就是整个Ebay上面 在做这个产品的人不超过10家 不超过10家 那些比较大的这个跨界商公司呢 他们那个时候还会觉得 就是这个产品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产品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投入很多的资源去做这个 所以呢 就是当时呢 我们就注册了自己的品牌 那也去 因为我们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嘛 同时也去注册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外观专利 包括那个自己的为这个品牌做的一些网站 做了很多的布局 所以这个呢 也引起了Ebay方面的一个重视 所以呢 Ebay的这个市场部 有多次去去联系我们公司的这个运营 想跟我们公司就是一起去做这个 停车这个品牌的一些推广活动 我记得当时就是在Ebay的这个英国站 曾经一度我们占据这个Ebay英国站的这个 销量排行榜 就是排行第一 连续有五六个星期 连续五六个星期 一直都是在这个Ebay 就是这个平衡车 这个这个产品的这个排行榜上 一直都占占据在第一第二第二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2015年底 16年初的时候呢 就是也是经一个朋友介绍 那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 他需要来深圳这边采集一些就是这个企业 在做外贸啊 在做这个跨界电商啊 方面的一些预见的一些问题 和他目前的一些现状 当时呢就有幸选了两家公司 那一家呢是广州的这个一行 那另外一家呢就是在深圳这边就选了五名公司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当时的一些 有的一些这个图片有央视的记者 就是从本家那边过来 就是说当时我记得是中央二套 中央二套就是专门进行了一个独家的一个专访 呃这里呢有一张这个 呃图片是在说明就是说 我们当时在数卖通上面那搞活动的时候 他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很多对数卖通比较熟悉的这个卖家朋友啊 都会都会看到 呃那这这里呢 这里叫做数卖通的一个手交页面 就是首页焦点大图 那这个首页焦点大图呢 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整个这个平台上最好的一个位置 呃那这个位置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对他有所了解啊 那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呢 其实他的这个位置是更好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呢这个位置叫数卖通的一个通栏 那这个通栏位呢 实际上呃就是无论就是当你点进去呃数卖通的这个页面 那当前搞活动的时候啊 无论你进到他数卖通的哪一个页面 其实这个通栏这个位置啊 他都会在都会显示在这个整个页面的这个最上方 都会显示在页面最上方 那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相当于说呃目前数卖通其实现在也还有这样的活动啊 就是叫做品牌聚焦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呃能去参加数卖通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算是呃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那这是当时活动当天的一个后台的一个截图 数卖通后台的一个截图 那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然呃成交数据超过99%的这个卖家 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成交的金额 包括整个的一个这个数卖通的一个后台数据 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数卖通的这个后台的 因为他这个提供了很多的呃很详实的这个数据 可以供我们去分析呃那说到这里 其实我以我的大概经验我说一下就是像呃 数卖通呃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这个这个数据 确实是在我见过的这个包括eBay啊 包括这个亚马逊呢 他这个后台数据确实是最丰富的 最详实的 也是最最实实的一个数据 因为就是每过五分钟 他会对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刷新 这是目前的一个后台 然后这里呢有几张当时就是这个中央电台 过来采访的时候一些一些图片 然后这个大家大家看一下就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